我康復的東西 鼻箱都沒有了 衣服都沒有了 你說怎麼上班 講到眼眶泛淚 聲音哽咽 買了天王溪的房子才四年 丈夫在養老院 一個人孤身從大陸湖南 嫁過來十六年的三樓受災戶 心真的好慌 就像是得了後遺症 整夜都無法好眠 擔憂的或許還有 到底有什麼能補償 針對受災戶 地方縣府寄出補貼方案 只要是地震當下 有居住在紅黃丹建物內的房屋 屋主或租客三到八口之家內 都可以申請八千元 到一萬八千元的補助 在昨天表格 常常才跟里長 才去製作發布 那今天里長會在 比較詳細的告知我們 那我們會把 在現場會提供需要租屋 補助的鄰居的那個表格 所有人總動員 希望能把資訊最快的 傳達給受災戶 就連花蓮在地的房仲業者 也在臉書發文 協助大家媒合新房子 聽說現場都有很多 防重的朋友 只有在協助服務做媒合這件事情 告知也伸出暖手 也關心天王星拆除進度 大綱也要從前面 將最頂樓的部分 重量先卸載下來 七號後面五百型的 再增加拆除 還要至少兩個禮拜 才能完成 倒是目前三十幾棟紅丹圍樓 要拆到什麼時候 不少人好奇 能否效法國外踩爆破市 雖然速度快 但需要精密計算 而且價格高昂 因此實行比較困難 諸使希望家雖然拆除 但是能夠平安度過 有個新家才是最好歸宿 受災戶帶著地契 資料有工作人員 引導下前往災後 服務中心登記申請補助 只是資格整體流程 讓大家有些捕灑灑 政府基本跟我講說 這要實際居住的 我就還沒有居住 下去就倒了 我要怎麼用 雨期中慢慢無奈 三月一號採買房 花了好幾百萬裝潢 準備四月三號搬入 結果遇上大地震 完全無法住 又被踢了紅丹 擔心求償無門 畢竟災後重建 不只花時間 錢也是個問題 縣政府從八號開始 每天早上八點半 至十二點 以及下午一點半 至五點半 於縣府內的大禮堂 設置服務中心 針對租金補貼 就住經各項稅金 減免 讓民眾前往申請或詢問 不過來的人問題都不一樣 另外還有租戶透露 雖然有深深請到五萬元補助 不過要釐清租屋處裡面 有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房東的 遭到發票收據後才能分開申請 除了地方補助 內政部提供的 贈災基金會 截至七號凌晨 目得於一億四千萬元 總捐數比來到九萬五千四百四十二比 特別新聞高中華鎮聲 郭映養青鋪網思索花蓮採訪報導 走進台九花蓮廠倉庫裡 地面上滿滿碎裂的九瓶玻璃 酒意也留一地 宛如被轟炸過 甚至連外牆也形成一道道九字 打多少瓶 不知道那是多了 太多了 太多沒有辦法算 沒有辦法算 因為這裡面 我們也看不到我們沒有人進不去 對 最珍貴的是存放三十年以上的 紹興酒瓮被打破 一千瓮碎了一地 初步估計一萬六千多打的酒瓶毀了 損失超過一千四百多萬元 光是清理就要花上一個星期 環球場就主要生產那個米酒系列 包括四十五塊的存米料理米酒 大家知道二十七塊的紅標料理米酒 以及九十塊的紅標存米料理米酒 三號的七點五十五 它五十七分包裝 就是地震 它就是這樣子包出來 馬上停 空瓶都還停在產線上 被震的位移 地震後生產線暫停 人在修復中 還好營運不受影響 2007年的時候 2007年 那時候我剛好在做褲手 第二層全部都歪了 都走位了 所以這兩次都很嚴重 這次是黃江最嚴重 黃江最難做 包含奈米金黃金酒系列 也在花蓮廠生產 近年也少量產出在地精釀啤酒 即使零二零六地震後 以加裝地震防護網 也將原來堆放六七層的 酒瓶酒瓶改為四層 無奈人不敵這回的劇烈搖晃 心血毀於一瞬間 TVBS新聞花蓮廠報導 這次花蓮地震當中 英勇的希臘人靠著一條繩索 救出了多位受困民眾 而一般人其實在外面遇到類似狀況 也可以就地取材 看看有沒有哪些東西 是可以自救也能救人 前駐牛代表蔡兒黃的女婿貝迪瑞 當時就是解下國旗上的繩索 來救援 奮不顧身救人 只為了履行四十年前的 童軍諾言 童子軍訓練的野外求生知識 這時拍上用場 不只繩子 看得到的電線水管 甚至是床單都能輔助攀爬 綁在大樹或石頭上 若不會打穩固的稱人節 還有簡易版的綁法 就是把這些繩子穿過自己的身體 打很多的單節就對了 就是一剛剛我們打那個單節 就可以變成無數個單節出現 那往下下降的時候 一般的人就可以利用這個節 作為保護自動的作用 比較不會一下滑下去 山區地震可能遭落石砸中 若受傷骨折難以逃生 隨手可得的樹枝 就能用來固定傷勢 隨身可能有一些長的毛巾 衣服就可以來把它固定 那這過程裡面最注意最注意的 就是不要造成它的二次傷害 然後又能夠穩定它的肢體為原則 從事戶外活動的人越來越多 包括登山 健行 露營 學習重要的野外求生技巧 隨身攜帶的救命小物也很重要 一條短一點的繩子 這種繩子有幫助的繩子 再來強力的膠帶 一小捆 然後手電筒 打火機或火柴 然後工作的手套 簡單的 一個小刀 哨子 魚 水 你用水 然後再來就可能一條毛巾 千萬不要空手上山 背包內放基本的求生裝備 以備不時之需 天災意外無法預測 事先做好準備就能增加生存機率 TV的新聞林董事簡宇琦 台北報導 樓下全被水泥塊蓋住 看不出原本的模樣 這裡是桃園春日路移動民宅 三號地震後也受到影響 樓地板瞬間塌陷 從五樓掉到四樓 被認定會危急住戶安全貼上紅單 另外還有桃園大溪三元市場 也同樣是這次被列為危樓的地方 現場拉洗管制線提醒來往民眾留意安全 但看到自己的家不能住 住民心情複雜 不曉得該怎麼面對未來 我沒有地方可以住 有的房東都不租我們這一切年紀的人 年紀又大了又不能工作了 市場蓋了四十多年 因為受到人潮減少影響 攤商也比過去少一點 不過里長說 這裡住了一些低收入戶 判定圍樓也不曉得 他們該何去何從 同樣也被列為圍樓的 還有巴黎這處民宅 住家出現裂痕 明明屋子也沒明顯傾斜 卻被貼著紅單 家不能再住了 住民心中充滿疑問 大概67年 6768這個時候到現在 屋子不休啦 就害我們十幾屋 多去把你這歲啊 梁住的裂縫 有簡歷裂縫 彎局裂縫 甚至甘塑前面裂縫 它有蠻多種類型 我的做法一般還是會 先看局部的裂縫 再看整體的裂縫 然後看它力量傳遞上 那邊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專家說認定圍樓 有相關依據 看到裂痕的 如果不是主要支撐的結構 都還能住 相對的 有些牆面裂痕很大 但不在結構上 民眾則是可以放心 只是對於巴黎的居民來說 回不了家 該去哪 也成了花蓮重災區外的 其他災民 TV變新聞 施協員林志偉綜合報導 花蓮強症發生之後 大家都會擔心自家的建築安全嗎 我家有在地震的斷層帶上嗎 其實您可以自己查 以雙北來說 就是山腳斷層 南邊從新莊樹林交界 一路往北到金山 範圍不小 條件勾選活動斷層機 環域半徑200到500公尺 以及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後 放大仔細來看 雙北地區中 像是樹林區三多路 新莊區域名國小 北捷丹鳳站 泰山區明治國小 北捷復興鋼站 甚至中角灣遊客中心 通通都在區域內 如果你家是在這個斷層帶裡面 表示說你比較接近斷層 這樣 但是不見得你一定在斷層上面 因為地震的時候 斷層那邊的話 地表有時候會拱起來 有時候會下陷 那區域會滿寬的就是了 所以當然你房子蓋在上面蓋在附近的話 當然就會受損 專家解釋在斷層帶地質敏感區 附近的建築不代表就不能住人 只是地震發生時要特別留意 而以臺灣來說 三十六條活動斷層 三分之二有劃設地質敏感區 範圍是斷層下盤一百公尺 到上盤兩百公尺 久而以後也規範 斷層帶左右兩側五十公尺 禁止建房 而地質敏感區則是嚴格管控 專家也說 政府大多不會在斷層帶上建築 以竹科廠房來說 也會遠離斷層帶 不會有廠房 民眾要是買屋 在地震斷層帶或地質敏感帶附近 可多留意建築系數 耐震標準等規範 也比較安全 地北新聞有張張惠仙 台報道 新北環狀線接駁車站排大排長龍 而且電子構式排 這近站中已經閃了超過十分鐘 十幾分鐘了吧 板子上好像一直寫 對啊 他說既然進站好久了 好不容易接駁車來了 結果斑斑都客滿 想擠也擠不上去 目前是十到十五分鐘一斑 因為可能今天早上 那個尖峰塞車的關係 新北環狀線現在是恢復第二階段營運 也就是從中和站到大平林站 現在都恢復全線通車 新北環狀線兩階段恢復營運 運能估計恢復七成 但被抱怨的還有這 本條沒有公告啊 趕著上班的民眾到月台 才發現中和道板橋這段尚未通車 民眾抱怨連連 新北市長侯友宜九點半趕緊來了解狀況 但是在中和道板橋這個地方 在增容時間 民眾在這個地方的轉乘量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接駁的速度沒有辦法 及時的施散我們的搭乘轉運的民眾 我們就立即一定要派我們的公車 來快速的施散人潮 新北環狀線還沒全面赴使 親民廉假後第一個上班日 就遇到通勤壓力測試 看來是否得祭出更多應變措施 TVBS新聞 崔仲群成員挺新北通報道 碰上0403花蓮強鎮捷運停鎖 上班族被趕下車 想改別的通勤方式 沒半台U-bike可借 最後無法上班 老闆也不計較 因為勞動部已經說明 這天雇主不能是勞工 遲到或是匡職 不過還是有人碰上老闆 這種要求 第一次如果要辦法來的話 是他日上可以停不執行 假後裡面 儘管這位民眾最後沒成為 地震的另類受災戶 但有人就沒這麼幸運 立委劉建國就發現 不少民眾哀嚎 老闆說遲到的得請一個小時 權勤還扣辦 強調自己也碰上 這規定很正常 但無論是雇主強迫 請試駕或不知新駕 根據勞動部天然災害發生 出行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天災發生勞工無法提供勞務 雇主不得強迫以試駕 其他價別處理 和扣發全勤獎金 若雇主違反 勞工可向地方勞動局申訴 最高裁罰雇主 兩萬到一百萬元罰還 這個天災是不可抗力 雙方都不可規則 我想一般雇主 也是會體恤勞工的話 應該都會給 的確老闆會給薪水 只是多少的問題 TVBS新聞畫哨品李宗澤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網站